作品總共有一百一十二副 都是我們大家知名的兒童文學作品 包括綠野仙中大鼻子 還有愛麗絲漫遊仙境 每個星期六有安排午後童話時間 還有小朋友說故事的比賽 歡慶兒童節 兒童探險週的 非常精彩刺激的探險活動 也歡迎大家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地牌有見解的 我來說是有一個歐洲製作者 我們在這裡的企劃 因為我操作過草頭馬達は非常有名 全世界性的,そして他同一個故鄉 所以雖然那位畫家不能來 不過他很高興代表他來替大家介紹 他說這位女插畫家 前世紀性的知名度 他會講年輕的時候就成名 他得過二十幾項大獎 然後出了七十本書 他的畫作會講細膩 可以說涵蓋了所有西方的插畫 所以在童話故事裡面 不管是暗圖森 不管是其他的有名的童話 這樣他用插畫來表達他 他不是很喜歡到處旅行 所以他不太喜歡旅行 他喜歡把時間花在他的創作上 繪畫上 他在非常年輕就很有名 可是他不到處旅行的 所以說這次他沒來 那以後他也不確定 所以說他認為這個畫家 喜歡把時間花在他 認為值得的地方 當然他也喜歡來 但是不想什麼事